黑五,剁手了吗?大盘打折,大盘折上折,再翁是马,胭脂飞服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我是Rick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为了应对Omicron变种关闭了国境 这对后续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据世界卫生组织11月28号的报告称 新变种Omicron有很大的可能会有免疫逃逸 同时也表示由于样本数据并不充分 变种病毒的危害性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都知道市场上的风险大都源自于不确定性 所以说YRX恐慌指数在上周黑色星期五也是冲上了高点 在市场逐渐了解了新型的变种病毒一些特点之后 恐慌指数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但目前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以疫苗接种速度文明的以色列在第一时间关闭了国门 刚刚举行完赔本奥运会的日本也宣布禁止外国人入境 包括澳洲也宣布将原计划于12月1号开放的留学生签证 以及工作签证持有者入境计划向后延迟两周 如果说按照之前澳洲政府经常使用的缓兵之计 这次将国境开放的计划很有可能会一拖再拖 新型的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从上周五各大新闻机构的头版头条 到荷兰 加拿大 日本 英国以及澳洲等国 发现感染Omicron的病例 这才用了仅仅几天的时间 这还是这些国家已经对非洲国家实施了旅行禁令的状态 无论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报告 还是各国的实际行动 都不难看出这个新型变种病毒的厉害 我们不用说在经济层面将会引起的恐慌了 想要知道新型变种对经济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一个是宏观经济的影响 另一个是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宏观经济方面 Omicron新变种目前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传播速度非常快 远远高于之前的Diota 目前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主动防御的措施 例如关闭国境 并且在Omicron被发现之前 欧洲的感染人数已经处于了失控的边缘 无论是关闭国境还是封城实施宵禁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减少病毒传播的途径 缓解紧张的医疗压力 即使是这样 很多的医院的重症病房也是人满为患 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虽然可以缓解医疗系统的压力 但是与此同时也给了实体经济 带来了一轮又一轮沉重的打击 对于全球供应链来说 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无论是工厂停工停产 还是各地区边境封锁导致运输中断 都是对各国供应链的考验 这变相又导致了全球供需不平衡 物价上涨 进一步增加了由于全球大放水导致的通货膨胀 周一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虽然对来自部分非洲国家的旅客 实施了旅行禁令 放缓新冠病毒变异毒株进入美国脚步 但禁令无法阻止它 并且拜登驳回了再次封锁 以遏制病毒传播的必要性 他说 如果人们接受疫苗并戴上口罩 就不需要封锁 封锁不但会导致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也会造成就业率的下降 拖累经济数据 政府还要对失业者予以补贴 增加财政压力 最近几个月 美国的就业数据有逐渐变好的走向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再逐渐减弱 如即观察Omicron一段时间 拥有了足够多的样本之后 如果新型的病毒只是有很高的传染性 而没有很高的致病性 或者导致重症率增加 这些西方国家还是可能会继续采取 Omicron出现之前的防御策略 不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封锁措施 在货币政策方面 值得我们关注的情况是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出了公告 预计Omicron将会广泛传播 我认为这一点可能会影响到 12月的美联储议席会议 本本大概率进行的缩债计划 现在市场可能会考虑到 是否会放缓缩债的节奏 目前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中 并没有对2022年1月份以后的 购债规模减少速度做出计划 这也就是说 如果在12月的议席会议中 没有任何改变的话 明年1月份起 仍旧是按照一个月 900亿美元的速度在印钱 所以这次Omicron的出现 可能会给连任美联储主席的 鲍威尔一个继续割下去的借口 继续宽松下去 根据经济学中派生存款的机制 我们要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派生存款 就是指由于银行发放贷款 而创造出的存款 举个例子 银行向市场中释放了100元的贷款给A A消费了100元 从B购买了一辆车 B又将这100元存入银行 银行在按照规定 留下一定的存款准备金之后 将剩下的钱继续放在到市场当中 因此 即使是指向市场中投入了100元 它所能创造的流动性 是远远的大于100元的 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及货币政策的一个滞后性的特点 银行推行的货币政策 到实体经济中出现效果 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 是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要说决定开始缩减购债 或者开始加息 往往这个政策会一直的贯彻下去 直到达到目的 目前Omicron给市场增加了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这也给刚刚连任的鲍威尔出了一个难题 但是Omicron的出现 也并不一定是完全利空股市的 IKE其实在上一次的广播当中 也是提到了这个观点 在这里我就不多做赘述了 一句谚语来说 就是赛翁师 胭脂非福 了解了Omicron对基本面的影响 我们对于交易上又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目前我们的做单思路 可以以风险作为出发点 对于风险事件敏感的产品 我们就可以作为我们的观察对象 例如拥有较强避嫌属性的 瑞士法郎和日元 在出现了Omicron变种之后 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并且在风险解除之前 都将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势头 瑞士法郎对美元 从上周五到现在 就已经上涨了将近300个点 美元对日元 从上周五到现在下跌超过300个点 这个是从避险层面来看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美元不也是避险吗 为什么美元却出现了一定的下跌呢 美元虽然说拥有避险属性 但是鸽派的美联储 以及出现的病毒变种 这样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 可能会有一个向后延迟 外加近期持续上涨 等待技术回调的美元指数 导致美元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但是美元指数下跌幅度有限 中长期依旧看多 短线下跌是我们值得考虑的一个机会 上周黑五打折的不只是大盘 大盘也打折了 总之我认为在美联储加息之前 我们要像2020年3月份那样去思考 回顾一下去年3月份的行情 我们就有参考了 下跌的时候 恐慌是没有用的 机会都是跌出来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 关注 加分享 您的支持 是我们创作更优质视频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